隨著香港警方對付抗議民眾的暴力手段的繼續升級 中共官媒也首次釋放了屯兵深圳的消息 那麼中共是否會在香港重演六四 請看本來記者的分析報導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8月12號發布了視頻 宣稱中共的武警車隊在靠近香港的深圳集結 畫面顯示至少20多輛裝甲車 以及上百輛軍車魚罐行駛 這是中共官方首次證實屯兵深圳 我們來聽一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橫河的分析 這個實際上是一種威脅 這就是說中共直接進行軍事干預的威脅升級了 但是這並不一定表示軍隊的鎮壓會立即發生 西方智庫普遍預計 中共目前公開軍事介入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是中共恐懼血腥鎮壓會產生八大連鎖效應 一是台灣人將看清中共一國兩制的實質 中共統戰台灣將因此而破產 二是美國可能不再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三是英國等西方國家可能跟進孤立中共 四是導致外資大撤退 五是外國僑民大撤退 六進而導致香港樓市崩潰 七港股可能遭遇崩盤 不排除傳導到大陸的股市 八中共權貴集團在香港的利益將受到波及 香港南華早報前副總編林何利教授12號撰文 印證了外界對中共目前出兵可能性不大的判斷 他引述消息人士說 北京最高層下達了最新指令 即無需動用部隊 用言行俊法儘快平亂 在此之下外界關注到 上個週末香港警隊的暴力迅速升級 我覺得警察的暴力越來越嚴重 如果沒有他們的總管去說 你們推薦 我覺得香港警察應該不敢這麼放肆 因為以前在香港曾經有警察被逮捕 就是亂打一些普通的人民 在警隊暴力升級的同時 前大陸法官李建峰引述消息披露 官方還以每人每天5000元 招人偽裝成黑衣示威者 並且要求他們要表現得激烈 分析認為官方可能想借此達到六重目的 一是降低香港市民對示威者的認可 二是分化抗爭民眾 三是讓港警有理由升級鎮壓力度 四是弱化港人為自由而和平抗爭的道德感照例 以免大陸人產生共鳴 五是用幫助政府制約暴徒等名義 來鼓動僑團和本土力量 製造群眾鬥群眾的恐怖氛圍 六是可能以保護市民不受暴徒傷害為由 拒批集會遊行 甚至施行分區戒嚴 專家表示香港的局勢逐漸地逼近了臨界點 港人的抗爭不退 而中共是步步進逼 這個時候國際社會作何反應 將成為關鍵因素 來自然方拒絕